盘中领股交易即将在10月26号正式上路 现在小资组也能够买得起高价股 但是其实盘中领股交易跟先阶段的盘后领股操作 其实有不少的差异 我们非凡新闻是访问到了拥有700间上市贵公司的领股达人 小富爸爸以及筹码达人蔡思 来替台股新手解惑 让首次操作领股的年轻人也能够轻松上手 盘中领股交易即将在10月26号正式上路 将会大大降低入手股票的门槛 未来小资组也能够买得起高价股 我们今天就来到拥有700间上市贵公司的领股达人 小富爸爸的工作室 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盘中领股交易的配方 嗨 大家好 一箱箱纪念品堆叠成小山 从产品油盐到居家用品 甚至高单价位的电子产品 运动手环等应有尽有 靠着股东会纪念品就能年破百万的小富爸爸点出 盘后领股交易与盘中最大差异 除了交易时间和竞价方式不同外 这次盘中领股交易更增加了前一次交易涨跌幅超过3.5% 会自动延迟两分钟的稳定机制 撮合次数增加让小资组买领股 更容易买到理想价格 但在操作前可得先做足功课 投资领股其实最重要的交易成本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一定要特别了解 举例来说的话 20块的手续费 如果我们去横算它的交易手续费的话 正常来说你要购买到14,035块 才能充分使用到这20块的手续费 你要做资金的分类 就是说第一个 你是每月提拨金额出来投资 还是第二个 你是单笔进来做投资 假设你是每月提拨金额来投资的部分 我就会建议你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一个叫定期定额 第二个部分叫定期定股投资方式 那如果你是单笔投资的部分 我会建议你要把资金的部分 要切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三分之一的方式 或者四分之一的方式 来选择比如说ETF 或者各产业的龙头股 其实每天只要少一杯咖啡 就能买入两股的玉山金 一个月下来就能存到60股 若是想买护股神恩台积电 同样每天只要少吃两块蛋糕 就能入手 那小资组还有什么样的悬股指标 我们直接请蔡司来告诉你 因为如果是要做存股型的来说的话 你要去挑选的标的 你要选说它最近这五年之内 它每年的殖利率都有在4%以上 而且最近这五年呢 它每年都有填洗 成功填洗 今天的天数呢 都落在30天以内 存股型投资人 心态保守 筹码达人蔡司建议 选择金融股入手或是具有发展性的产业类股 像是AI 机器人等 短线操作上 蔡司建议观察大富重码 一天的成交量有到1万张以上的一个个股 那最近呢 有曾经回挡过到月线附近 然后游手 那在回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富的一个持股比例又出现增加的情况 今年成交量前50大领股 主要有高价股 全职股 题材股三大类 前三名是台积电 大力光与联发科 蔡司进一步点出盘中领股上路后 股本与技术指标也将攸关股价的活泼程度 股本落在60以下 因为60以下的一个股票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的一个波动 才会比较大 会越线的一个怪理率 如果说它的怪理率呢 是落在5.5%以内 代表说它回测完月线之后 没有涨太多 今年新增看护人数 有将近30%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团中领股昭义将要上路 台股新手 领股操作也能持续累积财富 记者刘富泽 柯思安台北采访报导